18 題的3 這一題 我們做一下 因為同學都已經知道大概怎麼算了 我們看一下喔 題目是說 1 減掉 3 分之 1 的 2 次方對不對 加上 2 分之 3 減 4 的 2 次方 好 那這個題目呢 你沒有辦法去括號 為什麼 因為它上面這邊有個什麼 2 次方 所以你要小心喔 如果你遇到次方 應該先算次方裡面的數字 好 那我們看一下 1 減掉 3 分之 1 是多少 3 分之 2 3 分之 2 然後再 2 次方 然後呢 2 分之 3 減 4 是多少 2 分之 4 減 4 是5 我不會算呢 來 我們算一下吧 它等於 2 分之 3 減掉 原本是寫 4 對不对 我把它改成了多少 2 分之 8 會嗎 我把這個 4 改成 2 分之 8 其實也是一樣 通通做的 就是通分母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就變成 2 分之 3 減掉 2 分之 8 等於 2 分之 4 然後再一起 2 次方 OK嗎 好 接下來呢 好 算出來 來請問你 3 分之 2 的 2 次方 是多少 3 分之 2 次方 三分之二等於九分之四 然後這裡呢二分之負五乘以二分之負五 變成是正的喔 因為負負的正對不對 所以加多少 四分之二十五 然後最後呢再通分母 等於三十六分之 乘以四乘以四 十六 這邊呢乘以九乘以九 二二五 所以答案出來答案等於 三十六分之二四一 對不對 好二四一 OK嗎 好那可以約分嗎 可以 想一下喔 不行三十六 你至少 因為三十六有二跟三嘛 所以看他們被二除跟被三整除 不行 所以答案就這樣子而已 我喔 好幾乎 好幾乎 好幾乎